这个星期低温特报寒流来袭 东北角地区温度大概在10度左右 位在山区的平溪更是仅有6度低温 为了关心地方长者 局长李天明今天率领同仁 带着预寒物资和新北市春联道府关怀慰问 让长者倍感温馨 那今天特别也拜访了95岁跟100岁的长辈 提醒他们注意保暖 那尤其那个我们年纪大的长辈 身体对于低温反应的敏锐度会比较低 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长辈 在半夜起床上厕所或者早上起床的时候 一定要先在床上做简单的一个活动 让血液循环畅通 然后再戴好帽子还有戴好手套 跟着保暖的衣物在下床活动 这样子可以维持身体的健康 谢谢我们区长李天明区长 今天来访试我们这个98岁还有99岁的长者 因为这几天因为就是低温寒流 那感谢区长来访试我们这些独居长者 区长表示低温人在持续 脾气区公所持续关心地方长辈 今天特地拜访了几位长辈提醒他们注意保暖 今天也带了新北市吉隆五春春联 是一个自由念法的春联和长辈们分享春联意涵 希望家户可以贴在家中讨个吉利好彩头 今年市府的春联是吉隆五春 那是一个自由的春联 有多样的念法跟不同的含义 特别如果我们念成吉隆五春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春联的一个创意 那今天来关怀我们这个老人共餐 菱角社区的所有的志工 除了提醒他们在低温期间注意保暖之外 也制证了我们侯友与侯市长 市府这边提供的春联 请大家来张贴 然后求个吉利跟好彩头 菱角里里长也说这几天真的很冷 很感谢公所团队关心地方长者 带着郁寒物资来探望长辈 还有共餐志工 同时也带来新北市农年春联 有趣的谐音念法也逗得长辈 哈哈大笑 解成为平息采访报道